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银期货策略交部的负责人有可有 很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的期货是很旁边 今天的旁边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股指下挫商品再次大跌 煤炭化工集体冲击跌停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今天股指期货和商品期货 都是出现较大幅度的走弱 除了软商板块小幅上涨之外 其余所有的板块都是方略下跌 尤其是煤炭板块大幅的领跌 化工 钢铁 建材也都出现较大幅度的走弱 所以今天整个方面空投氛围占据了主导 我们来看今天的涨跌排行榜 先来看看多头方面 除了纯碱 白糖 生猪 涨幅超过2%以上 其他品种都在1%左右波动 所以今天多头力量相对较弱 再来看看空投方面 前10个品种跌幅都是超过6%以上 西肤大多数品种都是达到跌停板 硅且动力煤跌幅更是超过10% 价存 焦炭 焦煤都是大幅度的领跌 那么整个方面空投力量十分强劲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具体的走势 先来看看空投方面 硅体那么成为今天领跌的品种 那么日内弱势的跌停 那么延续了一个加速下跌的一个态势 目前也是多头大幅减仓 那么一定要做好风险的防范 再来看看煤炭方面 动力煤 焦炭 焦煤 三大煤炭 集体跌停 那目前也是呈现出一个加速下跌的一个态势 那么这个在政策的打压之下 近期也是出现极端的一个反应 再来看到螺纹热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近期也是受黑色系的一个影响 颇位下跌 目前还是延续了一个空投的表现 可以继续跟踪下跌的一个行情 玻璃也是类似的走势 日内继续创出新低的水平 目前延续了一个空投的态势 再来看到化工品方面 甲醇和1G也是弱势的跌停 日内加速的下跌 目前也是多头大幅的减仓 那么目前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状态 再来看到其他化工品 PVC那目前也是大幅下跌 日内弱势跌停 尿素大幅下跌7%以上 LPG那么日内也是大幅下跌6%以上 所以说这些化工品也是集体的走弱 整体来说 近期多头都是一个大幅减仓的一个状态 再来看到护率 那么护率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也是充高火热之后 连续的下跌 目前也是多日加速下跌一个状态 目前达到两万关口附近 关注它后市的一个表现 红枣 那么昨天跌停之后 今天也是大幅下跌 并且盘中破位也是达到跌停附近 虽然有所反弹 但是目前还是处于一个 区间匡扶增的偏弱的一个状态 关注它后市能否起稳 再来看到多头方面 那么白糖 那么日内是表现较有强势 突破了6000这个关口 并且突破前期的高点 创出新高的水平 当然目前的这个位置 也是处于一个关键位 关注它后市能否持续多头增上涨 橡胶和N2 那么日内也是多头蠢蠢欲动 马上冲击前期的关键位 但是在1万5这个关口 也是遇到一定的阻力 充高火落 所以关注它后市 能否多头都能进一步增强 再来看到菜油方面 日内也是创出新高的水平 但是这个位置 也是有一定阻力 出现充高火落 尤其在旁边 整个弱势氛围的带动下 多头也是难以有效的发起冲击 关注它后市 能否进一步走强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部分农产品表现较为强势 但是大多数的工业品 是处于一个十分弱势的状态 尤其是黑色系当中 煤炭花工品 那么以及部分有色金属 那么都是处于一个 加速下跌的态势 那么如果有多张的朋友 一定要做好这个风险的防御 我们给大家制定 现阶段的一个交易策略 商品弱势不改 加速下跌 降低仓位 规避剧烈的波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工业品 在这个政策的打压之下 呈现出一个加速下跌的态势 而且跌势没有止住 所以说目前短期风险是比较大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旁边的波动也是非常的剧烈 那么基本上 超过5%以上的品种 都是非常多 尤其部分品种低幅达到10% 所以说目前现阶段 我们以稳健操作为主 要降低仓位 多头热点主要是 农村品方面白糖和菜油 那么这个趋势性相对来说 较为明显 可以重点关注 空头热点主要是黑色系和化工品 那么这些弱势的品种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清仓 关注一下空灯的机会 当然也要做好这个引力的保护 那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极端的行情 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仓位 做好自身的资金管理 防止这个价格波动的风险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操作有所满足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